最近的话就是因为Mate60上市之后的话 每天店里面的人力量呢就确实是增多了很多 而且大部分的顾客来完之后呢 就是直接会问样品有没有到店之类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桌子的顾客是从早上到晚上 一直都是非常满的一个情况 近日华为一款新手机的发售引发消费者关注 9月5日晚记者实地探访了位于北京不同商圈的华为手机店 在王府井步行街的一家门店内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每天有上百位顾客都是为了了解新机型Mate60而来 从29号到今天每天都有陆续上百名顾客一直来门店 然后进行咨询 交了定金准备取机的顾客大概有200多位 都在排队等着机器到了之后再过来门店取机 从8月29号到9月4号 然后呢我们店一共预定了208台华为Mate60手机 将近一半多的客流都是来询问我们这款最新的机型 最近Mate60刚出了嘛所以专门过来看一下 如果这台有货的话我肯定就已经买了 我刚刚打开了它的相机它的相机的稳定性特别强 我比较快速的移动了摄像头 但是它的画面是比较平稳平缓的 日常用的一些软件包括地图的软件 高刷还都是非常的顶配的 近年来美国限制华为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断供芯片和操作系统 在全世界威胁其他国家禁止华为参与当地5G网络建设 在多重外部阻力下 中国企业通过自身努力实现技术创新 推出新品获得了消费者的支持 华为能这样自主研发 然后突破美国的技术封锁 然后能出产这样一款手机 觉得非常自豪 听说这个是可以卫星通化 这一点相信未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情景 可能会用到 我觉得肯定不会说受某些国家的这些 封锁也好制裁也好 会影响我们中国人来研发手机 包括科技方面的一些进展 我对咱们国产手机的发展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我觉得咱们国产的系统 还有国产的手机还有品牌 已经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这一次华为就突破了美国的限制 然后发布了咱们自主产权的自研的处理器 自研架构以及自研的系统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骄傲和荣幸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